我们现在准备要去欣欣家了 然后和这个叔叔告别 他们现在在门口送我 在阿富汗这边买的车毛病非常的多 因为它是二手车 随时都在修 心情也是很煩躁 今天我们的车刚刚出来 然后刷车片又开始响 一踩刹车就会叽叽叽的叫 所以过来看一下 检查一下这什么情况 他们看过以后好像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然后这个小孩是他家帮忙的伙计 特别可爱 这个师傅说现在检查了四个轮子 没有什么大问题 都是一些小毛病 修车的小孩特别小孩 谢谢 你帮我问问他这两个小孩是他们他们家的吗 你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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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他的舅舅 啊 他跟他一起工作 就是在这里学修车啊 可以吗 因为刚才我见他在这里帮我们 帮打下手啊 再帮忙 很不错这个转牌 好好学啊 这个是给你奖励的 哎 给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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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 看这个大 没事 不要抢 不要抢啊 啊 这个再给你的啊 刚才你的被被你那个大哥哥抢掉了 好 因为 你刚才帮的蛮最多 然后这个这个小鬼也是跟了好久 大家看一下一个路上的风景啊 这个树挺漂亮的 然后旁边都有种着一些小麦 随便那辆车啊 是我们在路上遇到的一个大哥啊 然后他刚好和我们去同一个地方 然后我们就结了一个伴 然后他开得很快 但是他会在路上等我们 因为怕这条路特别的坏 那大家看一下到处都是这种坑坑洼洼的 就是当地村庄一些很坏的人 在这里破坏 他们把路破坏以后 然后就会找一个小孩子 拿一个厂子过来这边 假装修修路仗着 然后要钱 哎 说白了就是要这种沟路费啊 所以接个棒的话 路上有个照应 如果车坏了的话可以修一下 哇 我们现在开车真的累的 受不了了 一路颠簸给大家看一下 这种路很容易迷路的 非常的欢呼 因为他这边是那个哈渣拉人的地方 然后我们的那个官邑 清新他也是哈渣拉人 但是在阿胖这边他政府是普什都人 然后普通普什都人和哈渣拉人 向来又不合 所以这些哈渣拉人和政府去提出要修路 重新修这个路啊 提了很多次都被拒绝了 一个可能也拿不出这个钱来 这个肯定是最大的一个原因 所以给大家看一下这种路 很惨 惨不忍睹啊 基本上他的路 看他怎么是路就是都是人走过 有这个车胎的痕迹啊 知道他是路 不然的话和其他的 其他的都差不多 有一种的无人区的感觉 给大家看一个阿胖很有意思的现象啊 就是路上这种小孩看着蹭蹭啊 他们这个是要钱的 他不知道你们的语言 他给你们钱啊 嗯辛苦了啊 拜拜 他们他们这些小孩子就拿着那个工具 假装来这里修路 然后要一点钱 如果你不给他们钱的话 他们也不会怎么样 就是叫喊 叫喊两声 经过三个小时的长途爬 到路上终于有 可以吃饭的地方啊 这个吃饭的地方 是哈萨拉民族的一个饭馆 虽然有点简陋 但是看起来还是蛮不错的 吃完饭继续赶路 这个是我在阿富汗走过最难走的路了 一路上特别的灰很宅 放到对头这就很很麻烦 然后要翻过这座山 而且这条路上还有很多这种大车 哇他们怎么开上来的 这个真的是需要很大很厉害的技术 给大家看一个很漂亮的山啊 然后对面那个山是平的 很平 很想上去看一下 一定很壮观 那个山山顶上 这个山在阿富汗这边 它的名字也很有意思啊 就是它的波斯语翻译成中文 名字就是摇篮 它就是能够放小孩 它因为它是平的啊 所以叫摇篮山 但是没有什么树 就是看起来挺别致的 然后它的山顶是一些石头 然后那些石头才平 就像是被 被人还是被什么外星人给打磨过一样的 我觉得这个山山一定肯定有秘密 现在前面马上到了 我们翻译新兴的老家加布里 是不是叫加布里 加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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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边有很多树 还有河 感觉来到了一个不一样的阿富汗